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很高兴再次见到您。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这是今天的新闻。 新闻品牌热度上涨43%,创近三年最大涨幅。中国的安踏,世界的安踏,真正的好国牌,就要永征第一。王一博安踏品牌全球首席代言人。安踏集团双11成交额行业第一,双11安踏总成交超越耐克阿迪,11月1号,11月11日电商累计成交超46.5亿,达到历史最佳数据。 其实,安踏2021年的销售额,不仅仅只在双11超过了同类竞品。一,7月就已经位列第一,也是首次由中国企业占据榜首。 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在2019万2021连续三年国家监管部门对鞋类抽检中,安踏作为中国奥委会合作伙伴被抽检的批次更多,高达127次,质检结果显示全部合格。 踏踏实实做产品,稳稳当当户奥运。中国第一运动品牌实质名归,国货当自强。 SKG双11终极战报已送达,只做第一。 王毅博SKG全球代言人。SKG天猫平台斩获按摩器材行业销售额踏P。 天猫平台颈椎腰椎按摩器类目销售额踏P。 京东平台按摩器类目销量销售额踏P。 F7按摩筋膜腔天猫热肤按摩枪类目销售额踏P。 明星爆款全新K5天猫平台颈椎按摩器销售额踏P。 Redmi品牌,感谢你的每一份热爱。 王毅博Redmi手机品牌全球代言人。 小米手机品类,斩获全平台手机销量全第一。 其中新机Redmi Note 11系列成绩非常不错,双11销量突破了100万台。 K40手机单品销量第一。 单品销量累计前十除了iPhone,单价最高的就K40了。 Redmi这成绩确实是牛。 国内消费者对于Redmi品牌的好感是非常突出的。 当然品牌的品质和口碑也在不断提升,国货值得。 郊内,满平的一亿11111万1111。 王毅博代言郊内。 作为新国货品牌,郊内的双11成绩真的很亮眼。 在双11成交额破亿的品牌报道里有看到郊内。 双11全渠道,GMV超4.1亿。 全平台,内衣行业踏批,保暖品类踏批,家居服品类踏批。 王宝宝,双11充颖卖片品类踏批。 王毅博代言王宝宝。 太平鸟,双11线上线下全渠道销售15.6亿。 代言人王毅博同款报款与荣服线上累计销量近5万件。 销售额超3000万。 王毅博太平鸟全球代言人还有百雀灵、荣泰、联想中国、炫卖,也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王毅博代言的。 小福星王毅博,双11代言的各大品牌捷报频传,完美收官。 传任何物 countries,哪里有这个都是董人。 如果 Lou sé能说我了万分,可能不贏。 我还没有寄养非这类值,那是马上贴。 拜计ceğini交换识就是 sovereign剩戦掌。 6枢 246 Nazi 11 .